HELLO 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就是天梯觀戰 今天帶來的文明呢是 惡圖曼對上蒙古的一場對決喔 那就是POPPYPOW 上次比賽完之後就會唸了 這樣可愛的狗爪對不對 啊另一個什麼 Check out my clips channel 這個是什麼咧 BSTQT 沒錯 他們都很喜歡改名字 跟我一樣我很喜歡改名字 因為你不改名字在天梯上都會 一直被認清啊也是很煩 好啦那來看一下惡圖曼的開局好了 這張地圖在高視野區啊先提一下 高視野區這張地圖 主要就是中間的這個長草區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你在玩這張地圖的話 長草區建議帶赤猴一起行動 不然就是要在這邊控制一下 少戰之類的視野 不然你軍隊進去會變成視野非常的短 很容易被對手直接撞臉 好啦我們看一下惡圖曼的開局吧 惡圖曼這邊開局 首先就六村看一下 ok 五村直接過來採石頭 這個應該就是要軍事學校開的 那如果你是玩惡圖曼 你要玩軍事學校開就是這樣玩 因為你一開始只有50個這個石頭吧 那你就需要先派五個村民過來 先採石頭 採滿十個帶回家 我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個 然後剩下的村民出來就是先採肉 那這邊再補下一個房子 ok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oh shit 他是食物 呵呵 等一下他是不是點到肉 oh no 這個惡圖曼開局大失敗 我剛才想說跟各位帶一下這個惡圖曼的開局 正確開局就是剛剛五個回去之後 就有一百個石頭 那你就可以造軍事學校了吧 然後你因為現在版本你軍事學校 本來他就給你150的就是一開始有200的木頭 所以你應該造完一個防射就還可以再造一個軍事學校 但是剛剛這個惡圖曼這邊他放石頭沒放好 直接又點了肉 所以他的石頭直接消失了 這邊開那個第一個軍事學校開的偏晚 第一個軍事學校晚這幾秒鐘的話 其實對timing還蠻有影響的 因為蒙古現在前面已經在採黃金了 這個少干擾了那麼幾秒鐘 其實還是蠻不妙的 不過還好啦因為 以這個結果論來看 雖然現在惡圖曼沒有看到蒙古這邊是什麼情況 那正常來講蒙古的敖包不一定會離 成人中心這麼近 那這一場蒙古是剛剛好敖包旁邊就是TC 也就是說即便他這個軍事學校開比較早過來 敖包應該也燒不到 因為蒙古有些開局 因為你需要把私人中心蓋木頭旁邊的關係 石頭不一定會在木頭旁邊 假如在這邊 啊你木頭在這邊 或是在這邊 石頭在這邊好了 那你私人中心保護不到 你需要 惡圖曼這一個軍事學校開出來的槍兵 是可以去騷擾你的敖包的 而且你前期是很難去反制 就是你為了要反制那一隻槍兵 還要再造軍事建築什麼的 很拖你的升級節奏 所以剛剛那個 惡圖曼這個失誤還是蠻大的 我覺得前期這個 你通常在黑暗時代 要做快攻的話 那幾秒都蠻關鍵的 那我們看一下蒙古這裡 蒙古的話 就很單純喔 非常非常單純 肉精而已 沒有在搞一些什麼其他的花招 甚至也沒有下軍營什麼的 就直接要上那個封建時代 那依照這個開局套路看的話 這邊沒有停黃金 那沒什麼意外要出屑屑吧 選擇的是鹿石 那鹿石這個好處就是 附近的單位移動速度可以提升百分之食物 那當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讓這些村民在採集 資源的效率會有所提升 畢竟是提升跑速 這邊看一下食物囉 要死囉 哇這場 這場這個可愛的狗爪是怎麼回事 那這個連續兩個失誤都蠻嚴重的 你知道前期 赤猴沒了 這個四代 蠻嚴重的我覺得 完全沒辦法掌握這個蒙古在幹嘛 尤其蒙古還是一個 遊牧民族 所以你更不清楚他到底會在哪裡下什麼建築 呃 這也是有點危險喔 然後看一下惡徒曼第二十代選擇是 雙子教拜樓 神學院 會生成薑果蟲 那收獲速度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 會不斷的生長這個 新的薑果蟲出來採集 也算是一個 循環資源吧 可以在這邊一直採集食物 也算是惡徒曼第二十代 蠻常選的一個地標囉 好啦那這一個槍兵過來 理論上就沒什麼作用了 因為只有一隻而已 而且蒙古還有克汗 克汗自帶兩點的遠程劍 村民也有作戰能力 而且BISTI的操作力 各位應該 也都有目共睹了 這個硬追真假的 應該追不到吧 又死掉了 他想要追死 喔唷 竟然 好啦 我才小看這一個 剛剛他還是決定要復仇 殺他一個村民 了結自己的心頭之恨 這樣還是有成功 OK那 上風之後 蒙古是立刻拉下了馬舊 那應該沒有什麼意外 是要出雀削了 那當然拉 再次 講一下 確確這個單位 封建時代比較兇啦 你說城堡時代他 強不強 他就真的 目前看起來是真的沒有 沒有到那麼強 那他有什麼好處勒 確確在封建時代 仰賴雙倍生產的關係 就這個 可以直接纏兩名 因為蒙古特性是他的影響力 可以雙倍生產 也就是說 以這個長矛期的 就是雀削 總價值只要 兩百 你這樣子 花兩百石頭 就可以直接產兩隻長矛期 而且正常到這個時間 你應該可以產兩次吧 這邊已經雙倍生產一次了 那你還有兩百的影響力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還有一百二十十五 跟八十黃金 你又可以再產一次 對 穩穩的會給你有四個雀削 那你這個 前期封建來講 蒙古這個缺缺數量算是蠻 蠻高的 因為 金馬你在封建時代 不管怎麼樣 缺缺雖然是弱化版的 這個金馬 但是他還是有一定的作戰能力 也不會弱到哪去 這邊蒙古已經在偵查 有時候會過來 你看這在長草區裡面 幾乎沒有視野 所以這張地圖 你自己在打的時候 有時候在追擊戰要小心啊 鐵血漢 凱一騎這邊也正在想要殺死這個鐵血漢 但是應該是偏困難 開了一個 怎麼劍 加速劍吧 機動劍 把這個跑速往上升 那二圖曼這邊也是第二十代了 第二十代的話 軍事學校通常會切換成彩藝騎喔 因為這個 性價比比較好 可以用這個去升更多的彩藝騎 彩藝騎也是一個很不錯的 充建單位 他也有這個剛毅的能力 可以增加他的傷害 不過通常是看情況出 如果對方只有遠程的話 因為如果有近戰的話 開這個自己會增傷百分之五十 會非常的痛 蒙古你看在七分鐘 七分鐘左右 可能六分多鐘吧 六分快七分 就已經可以生出 四條雀靴了 這個數量是挺多的 我得說 那蒙古在金控區這邊 也是下了哨戰 非常的穩 天下草也拉了 這邊要侵略應該不容易 加上沒有金馬的話 沒有種甲單位 憑這個彩藝騎 雖然他遠房也有兩點 但還是有差距的喔 那蒙古這邊的話 就已經有一些雀靴在 俄圖曼四周圍在巡邏的喔 等一下就看一下這雀靴 表現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蒙古的打法 究竟是怎麼樣 這邊竟然還已經開始慘市集了 雖然沒有開銀之樹 但是還是有開市集喔 這個是想要七敵嗎 這裡的雀靴過來 直接先抓死了 這是赤猴嗎 還是那個彩藝騎 過來好像 瞬間就抓掉一隻單位 搭了一個村民 這個彩藝騎在後方這邊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蒙古在跑傷 但這裡的話 四條雀靴 騷擾的 情況也蠻嚴重的 不過二圖曼很快 在家裡就補上了長槍兵了 兩個軍事學校都在升彩藝騎 這裡的槍兵 數量不夠 雀靴是硬上喔 那記得要停槍喔 你的槍兵如果在打這種 騎兵單位的時候 對方衝上來記得 停止單位讓他架槍 他會自動架槍 這樣可以停馬 而且你不會受傷 不然你會吃到那個 金馬的衝鋒傷害會很痛 張隊是被那個野狼咬啦 我們在確定剛剛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在注意這邊的戰場 如果他有看到蒙古在跑傷的話 應該會主力在轉那個 彩藝騎 需要有一些機動部隊 才可以去抓他的傷人 這裡不斷的在操作確學喔 配合機動箭這邊開下去 跑速增加到2.16速度非常快 稍微拉開距離 而且他也可以不斷的風箏射箭 二圖曼這邊是開下第二個TC 趁這個 蒙古過來進攻的這個同時 自己也有升軍隊 而且有軍事學校的輔助 軍隊量其實也不少 掩護自己在開下第二個TC 確保自己的經濟 蒙古這裡的村民 也不是村民阿 主要是他的商隊 商隊也會算在這個村民樹裡面 蒙古商隊也是開始在跑了 這邊再補上更多的雀噱過來做傷害 雀噱再怎麼樣也有15點攻擊力了 採藝奇也不低啦 採藝奇也有自帶12點的攻擊了 也是非常高了 坦白說採藝奇在這個時代 大概就進甲輸比較慘而已 不然採藝奇跟這個雀學 其實 強度也不會真的差到太遠 不過採藝奇的總資源量 120 40 也160了 所以就是真的比雀學再弱一點點而已 這個性價比都是 可想而知的 看一下就知道了 採藝奇目前 但是因為缺缺這個衝鋒傷害 還是蠻高的啦 這個長矛衝鋒23點 其實衝下去還是蠻痛的 因為 二圖曼這個 親奇嘛 他衝鋒是不會帶額外的傷害的 所以就還是會有弱勢的 所以金馬還是有他的優勢在 就是在他的衝鋒攻擊 而且進防也是偏高 比較高的情況下 採藝奇跟他互打當然 還是輸的 我覺得攻擊力會被降得更低 那現在軍隊架子來看 二圖曼這邊 也是慢慢的一直在往上增長 那 蒙古的話呢 弓箭手正在補上 用弓箭手搭上 這個 雀雀的一個組合 也算是蒙古很常用的一個搭配 現在雀雀配弓箭手 應該說不管哪個文明都這樣配啦 你法蘭西也是皇家騎士配工兵嘛 那你羅斯也是金馬配工兵 都是這個套路啦 因為你需要有個遠程去輔助嘛 因為極度有可能你的對手會出 長相兵 那你就需要工兵去反制喔 這邊一個包夾 高視野區 我們開一下視野給你們看看 這高視野區 你沒有 你沒有赤猴跟在旁邊 你看蒙古的視野非常好 但二圖曼這邊沒有赤猴 就會變得非常的麻煩 那當然一部分他也沒有遠程單位 所以其實也不用顧及說要不要有多少視野啊 只是他連對手到底有多少軍隊 可能都不一定能第一時間知道 甚至不知道有多少軍隊在追他 那二圖曼家裡其實軍隊也不少了 而且已經有混下的一些長相兵在軍隊中 排一起為主的一個兵表 對上蒙古這邊 金馬配工兵 兩邊就是拼操作啦 那長相兵的話 第一時間工兵應該會優先點殺 也必須先點殺 就看這一波怎麼樣應對了 因為現在二圖曼軍隊量其實也不差 這邊側翼做一波進攻 要先抓死村民 蒙古這個側翼再成功的抓死一個村民 那二圖曼現在有兩個TC啦 理論上經濟也不會差到哪去 但蒙古在這樣給他跑傷下去 可能會非常的不妙 而且我在猜不知道 二圖曼知不知道蒙古在跑傷 因為看起來二圖曼也沒有派一些截略部隊去後方 少了赤猴偵查真的差蠻多的 你看一下二圖曼的視野這邊兩塊都沒看到東西 所以真的不太確定 這邊做一波交火 採一起一個很漂亮的包操 直接把蒙古的工兵團團包圍 但蒙古這裡的確確也是抵擋了一點傷害 不過看起來 軍隊數量差太多了 蒙古應該不能說差太多的是 蒙古這邊被包圍的是非常的迅速 瞬間就被包圍了 二圖曼這裡 直接一個包操 公兵全死那這裡就打不了了 因為 確確這裡如果被裁一級圍毆的話 會死得非常的快 甚至 二圖曼這邊還有混一些堅韌長槍兵 那這裡是不可能會交火的 蒙古是瞬間把自己的部隊往回拉 目前軍隊價值是輸給了二圖曼 不過這時候蒙古也拉下了呼裡勒台 這個算是最近蒙古的新寵兒嗎 不過這東西確實不好操作 他帳面能力是很強的 可以在治療光環裡面 就是每秒回血 然後又可以獲得額外傷害 基本上理想值是他 可以隨著你軍隊不管在哪裡 就可以在旁邊 是理想值 但現實就是很難操作 這裡二圖曼這一波反推 看起來蠻兇的喔 這蒙古的軍隊是 調的蠻多的 難道會擋不下來嗎 而且這一個村民出來之後 直接被屌殺五隻 村民一個都沒有得逃 現在二圖曼殺了六村 但是蒙古這時候進到了城堡時代 二圖曼不推嗎 二圖曼是可以推的喔 二圖曼這裡不推會有點可惜喔 他看到對手已經升城堡時代 這裡還沒有科技上的優勢 我認為應該是要強強打推一波的 蒙古家裡只有私人中心的防守 甚至如果大膽一點衝進來 這一波軍隊有可能是守不住的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蒙古現在分數會高這麼多啦 他現在有2500分 我不覺得二圖曼有輸那麼多 因為 以看殺傷價值來看兩邊其實差不多 最有可能是 跑傷給蒙古帶來很多經濟啦 這是唯一的可能性 但我覺得這分數感覺怪怪的 我不太確定這分數是真的還假的 反正感覺差的有點多 然後 然後 踩一騎還沒有退開 繼續在蒙古家裡騷擾 不過蒙古 主軍隊也還沒有出門 在家裡防守 但已經身上老練確削了 所以踩一騎還沒有升級 那這個軍隊的質量就差了很多了 老練的話 畢竟是城堡兵的 那不是踩一騎可以輕易對抗的目標 剛剛好像還開了剛毅吧 加傷害去做攻擊 這邊拉過來看到傷隊了 感覺應該剛剛就有注意到之類的吧 不太確定 反正這邊拉過來之後看到傷隊了 那現在就騎手要趕緊的 看有沒有辦法把這些傷隊解決掉 蒙古這個在後方跑傷其實是蠻 蠻痛的 現在傷隊真的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傷隊上下線實在差太多了 你有跑傷你跑成功那個傷那個經濟真的是好 阿里沒有跑起來的話也是真的死 可是你要抓嗎 又可能很看地圖 像這樣地圖你看這個市集點 就是自己在自己家裡這邊 完全沒有風險 風險偏低阿 你看對手必須要花費這麼多的 騎手過來 如果我們第一時間不知道對手在跑傷的話 就已經被對方拿那麼多資源了 就非常危險阿 這邊拉過來 還是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把蒙古的傷隊給解決掉 那蒙古這裡正面的老練缺缺數量也不少 科技部分 左葉機動性在拉 母炮炮台 近戰一攻 還有一些經濟的科技也都在拉 所以以經濟面來講 蒙古這邊也拉的蠻多的 那當然因為他現在黃金收益是 已經是一千四已經破一千塊要一千五了 所以這科技比二圖曼高理所當然阿 所以這個蒙古從封建時代就開始壓制了 邊壓制邊上時代邊跑貿易 這就是蒙古的打法阿 如果你是玩蒙古玩家的話 蒙古就得這麼玩阿 不斷的做主動進攻 我們來看一下這二圖曼家裡防守有沒有問題阿 因為家裡有派一波兵防守 蒙古這邊的確確是往前衝腰 直接到蒙古 這二圖曼家裡騷擾 但是這裡沒有成功 那這時候二圖曼是拉了一批彩藝騎 到前方把哨戰燒了一下 但這個燒哨戰 好像沒什麼必要 因為 感覺操作沒跟上 這彩藝騎死了一票阿 有點虧 而且蒙古這邊 老練確確 其實一直在遛這二圖曼的金馬阿 二圖曼這邊也是出了長矛騎兵 遛的也是挺開心阿 這邊還有一堆村民沒有東西可以吃阿 看下村民的調配 蒙古這邊是一隻黃金的村民都沒有 全部靠 全部靠跑傷 每分鐘一千五百的黃金進場 那這個缺缺 就一直在二圖曼家裡去繞 不擋也不行 那當然二圖曼最好的方法還是上牆壁阿 因為你這種機動單位 所以你說要怎麼擋 就把牆封起來吧 你只要對手在出這種 然後你又沒有 痛去 這樣一直去追他 你等於是被他牽制在家裡的話 這個地方都需要上點木牆阿 這個地方都要把木牆給拉了 不然你就一直被這樣遛 你出不了門阿 你出不了門 你怎麼阻止蒙古這邊的跑傷呢 跑傷也是跑得很開心喔 那你要說 那你要說 阿這場又是蒙古的跑傷大勝利對不對 我只能說 跑傷這種東西 風險 投資報仇就是 風險高嘛 阿投資報仇率就高嘛 但 蒙古現在打法 確實 跑傷的 佔比是很大的 就算你去擋好了 你也不一定能擋成功 就大概這種情況嘛 你可以預判說 這場蒙古就是會跑傷 你可以預判這個情況 但你要擋嘛 也不是真的那麼好擋 因為 位置很深入 你的 起手不夠多 機動單位不夠多 你要硬去抓這些商人 不見得你抓得下來 有可能你自己還會死透 看一下 惡圖曼這邊沒有刺猴 有沒有看到 你看 蒙古這裡習慣就很好嘛 他就一直會帶一隻 克函在旁邊 那當然某方面來講 是因為他克函都不會死阿 所以 商隊也是比較方便 沒錯 但你光看這個偵查的範圍 再看一下惡圖曼 惡圖曼什麼都看不到跟蝦子一樣 蒙古這邊什麼都看到了 這邊一過來發現 布伊勒台 爬不打 這邊惡圖曼也是選擇要打喔 不要鬧了吧 這一波交戰下去 你看一下蒙古的 軍隊BUFF20%的攻擊耶 這要換嗎 怎麼好像還有點想要換贏的感覺 感覺好像還有機會 因為惡圖曼這邊是有混金馬的 那應該還行 而且在這個地方 惡圖曼是拉下大型箭塔阿 但是要把這個敖包也推掉了 喔 惡圖曼 後續補上了斯丹清兵 這一波進攻也蠻兇的喔 而且有輕型投石車 那不好說 喔那不好說 這布伊勒台感覺也不敢拆掉了 這一拆應該也會蠻慘的 龍骨的話 持續的再補上更多的長江兵 但惡圖曼這裡 靠著維奇爾點數點出來的蘇丹清兵 因為他有私人中心嘛 現在有改嘛 每個私人中心會提供他更多的 那個蘇丹清兵 那再加上他也有再造蘇丹清兵 所以現在蘇丹清兵已經在場上已經有14隻了 後方有這個輕型投石車 墊著大型箭塔的防守 這些蘇丹清兵沒有輕易的拉開自己的位置 是戰裝繼續輸出 後方的投石車 惡圖曼這邊也是保護得非常好 立刻拉村民過來維修 這邊兩邊這個投石車也沒有第一時間被抓掉 蘇丹清兵呢 輸出還是蠻可以的 在城堡時代就可以看到火槍兵的應該只有惡圖曼 蘇丹清兵現在已經造的蠻開心的 轉蘇丹清兵不及一般文明的那個高攻擊喔 不過他攻速也算快了 所以輸出其實也不會算太差 當然比一般火槍兵要再差一點 因為他專門是打騎兵為主 不過蘇丹清兵這裡直接電傷害的話 好像還是蠻傷的 這裡 死了蠻多的蘇丹清兵 不過墊著大型箭塔 這一波防守惡圖曼應該還是OK的 下方這邊惡圖曼試圖拉起石牆 想把貿易點給阻斷 這邊要把蒙古的貿易點給斷掉 以防他繼續擴大自己的優勢喔 目前殺傷價值來看蒙古這邊 一萬四千分 惡圖曼是一萬兩千分 那我覺得惡圖曼現在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 因為雖然剛剛傷隊被跑這麼多了 不過現在看一下蒙古的黃金 確實產量是蠻多的 三千多了 這個石牆拉起來 然後這邊拉一個大型箭塔防守 也算是蠻聰明的做法的 把蒙古的貿易路線給阻斷 上方這邊的話也是把貿易戰給拉起來 你看你為了要阻止對手跑傷 你要做多少事情 這對一般玩家來講幾乎是不太可能的操作 你就要去做這些牆壁 然後去拉那個地形 說真的拉 一般玩家真的 也不太會做到這麼的精確喔 就是 可以有意識這麼好 好啦因為我圖曼這邊有大型箭塔的關係 應該還可以死撐一下 不過蒙古這邊已經是在拉更多的 牽引式投石車囉 二千里斯投石車已經是拉到前線來了 雖然他不 不比一般的 劇情投石車痛 但是也是 投石車啦 這裡拉太近啦 要死囉 可是現在惡徒曼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他沒有弩炮 這個有點太 囂張了 我覺得 蒙古這裡可是有兩台弩炮的 而且呼里樂台拉在這個位置 算是一直有在吃 吃BUFF囉 蒙古這邊都在回血 而且也提升了攻擊能力 甚至這連工程器都可以回血喔 那工程器也可以吃到他的傷害 那還是要注意一下 弩炮的遠程攻擊是 遠程傷害不是工程傷害喔 所以他是會看 目標的遠程防禦喔 不要誤會喔 不是工程傷害喔 就只有弩炮不是喔 其他都是工程傷害喔 所以這要搞清楚喔 不要以為工程器全部都是 都是工程傷害喔 這個弩炮是遠程傷害喔 但其實弩炮最大的意義是 可以把惡徒曼的投石車解決掉啦 因為惡徒曼現在是靠兩個 投石車去把蒙古的軍隊壓制嘛 所以惡徒曼這裡其實剛剛應該就得補一些 嗯 弩炮了 看一下惡徒曼第三時代選的應該是軍械褲吧 然後他選的是軍械褲 那他軍械褲才開始造弩炮 這一台弩炮可能還要兩分鐘吧 兩分鐘都不知道推到哪去欸 但你說惡徒曼這時候要產那個 工程所其實也偏困難 因為木頭現在非常吃緊 主要是惡徒曼現在經濟很差啦 就是應該說現在蒙古雖然不能跑傷了 他傷隊應該是沒有辦法跑了吧 蒙古傷隊全部在這邊休息 現在貿易直接被阻斷了 但應該一開始累積那麼久的那個貿易優勢 這裡還是讓他有很多的黃金的存量 惡徒曼這裡的大型建塔看起來應該也不保了 但一旦這個大型建塔被拆掉的話 等一下傷隊應該會恢復跑傷了 現在惡徒曼能做的事情就是盡量的升軍隊 不過看起來分數這邊已經差了一倍了 六千分對三千分 但我在想真的有差那麼多 這已經差了三千多分欸 但是軍隊 擊殺跟軍隊價值來看 差到一倍真的有點誇張 我不確定這個分數是不是真的是正確的 或者是有些分數算得比較多 當然啦你可以說蒙古這一跑傷確實贏很多啦 這我不否認嘛 他拿到的資源量是真的蠻可怕的 那以人口數來看的話 蒙古也確實人口數很多 目前一百八十幾個人口 然後惡徒曼只有140 那惡徒曼這裡的話 槍兵 槍兵跟蘇丹清兵的組合吧 然後混一些金馬 那工程器的話這裡兩台投資車 但兩台弩砲還沒有出來 這邊要進攻是不是有點魯莽啊 惡徒曼可能還是得擠出一些工程所的單位喔 那當然這分數可能有一部分也跟科技有關啦 因為蒙古這裡科技其實拉的蠻齊全的 反而是惡徒曼這邊資源比較匱乏的情況下 科技拉的是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喔 這邊要做進攻 結果一進去之後發現蒙古大量的軍隊請潮而出 而且三台的弩砲也沒解決 掉惡徒曼這一波進攻是 感覺是沒什麼希望 而且蒙古這邊轉兵也轉得非常的快耶 蒙古這邊是直接轉了23隻的弩兵 這連金馬都打不了了 金馬一進身馬上就被弩兵射成白痴 剩下的這些老練功什麼的 數量感覺也不夠多的 惡徒曼現在軍隊架子掉到了5960分 車衣這邊蒙古還拉兩隻老練 卻卻到車衣去騷擾惡惡徒曼的經濟 但光正面這裡惡徒曼就已經 蒙古就已經準備了五台的千銀式頭子車了 而且呼一樂台 憑藉著BISTI的強大操作能力之下 也是有跟著開過來的喔 這個蒙古真的是爽爽在buff喔 又回血又加傷害耶 那惡徒曼三台的弩炮終於是出場了 但是蒙古這裡弩炮足夠多嗎 惡徒曼這個城堡能防守住嗎 這城堡如果掉的話惡徒曼感覺就沒什麼希望囉 這村民圍著屑屑打還是不行喔 撐不住GG結束場比賽 好啦看到這邊記得喜歡四代的朋友點個讚支持一下 那各位的超級留言都非常感謝 讓我可以持續的完成這些節目 而且可以製作更多的節目給各位看 研究更多四代的比賽 那你真的喜歡四代就真的多多的支持一下吧 我最近這個四代影片觀看也 不是太好了啦 就慢慢的有在走下坡的感覺 那我盡量還是有人在看我還是盡量在維持吧 就還是希望各位能多多的支持吧 那這樣比賽主要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蒙古跟惡徒曼的感覺 打起來的感覺喔 其實惡徒曼 現在真的是強勢啊 他爆兵能力確實是強啊 不過蒙古這裡這一場的打法算是蒙古打出他蒙古應該打的一些節奏 前期的確確騷擾 然後騷擾的同時直接開始跑傷 跑傷然後保護自己的傷路 那最後就是慢慢以經濟優勢去取勝嗎 那惡徒曼這裡的話 我覺得一開始赤猴的損失會蠻嚴重的 我不太確認他一開始有沒有看到蒙古在跑傷 如果有的話應該要提早來阻止 那總之最後就 好啦被淹淹沒了 好啦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今天的對戰就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是伊利果斯的相關對戰影片 就一樣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